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要录影 那我这门课 或者这门课的内容 我教了二十几年 中间略有间断 那我当学生的时候 就对理论很有兴趣 所以加减减大概30年的经验 这大概是我教学生意爱里面 我最自豪的课 因为我没有一天松懈过 对这门课 尤其古典理论 那我到目前为止 写了五本书 那跟蝴蝶理论有关 这个暑假会 第六本可能会写完 所以这门课呢 我今年的采取了教学方法 因为据我所知 好像国内国外 都没有社会学理论课 放在网络上 那我有我自己的教学的想法 所以我准备呢 这门课就当成大学部的 那样的教法来教 所以修课的人呢 基本上你可以有你的学习方式 所以你不必跟着我教的进度来那个 就是平行宇宙的理论 但是你还是在这範围里面 你要念什么 你要专攻什么 因为是个博士班的课 所以这是两条线的发展 当然你也可以跟着我教的东西来念 这是你可以自由选择的 你要怎么念 所以这是一个 课程设计不一样的地方 我从以前 大家都会期待 博士班的课是同学讨论 我从很早以前 我就放弃 在硕士班教学的时候 我就放弃这种教学方法 为什么 因为呢 同学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 那这种上课呢 就变成华山论见这样 在比高下 尤其呢 有博士班的学长在 或者我以前教的时候 都是同一班的人 同一班的人呢 你别看同一班的 大家都还有 谁是班上第一名的这种 潜规则这样 或者潜在的想法 然后只要第一名不讲话 没有人敢讲话 那最恶劣的结果 这种课就是 最后只有第一名在讲话 其他人讲话就很紧张很紧张 我以前还有学生上课 我也会痛的 上一门课到我也会痛 这真的是很可怕的结果 不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就决定 我来上课 那你们自己私下干什么事情 那是你的事情 那在美国的博士班 我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 念书的时候 1981年到87年 美国的博士班 不是所有课都是seminar课 不是 我们的博士班制度 这稍微讲一下 是一个错误的制度 造成了我们博士班的 现在的很多窘境 错误的制度之一 就是我们硬性的区分的 硕士班跟博士班 硬性 硬性就是说你要有个考试 我在美国念书不是这样子的 我在美国念书 我知道其他的美国企业学长 大致都是这样 没有博士班 硕士班的明显的区分 我申请的是博士班 但是呢 我必须经过硕士班的训练 然后呢 我硕士班的那个 基本要求很简单 18个学分 两篇paper B加以上 你就自动得到硕士学位 那你念不完你就走 拿到硕士学位 你就可以走 所以通常在美国 在我那个时代 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 在我那时代 你说你是美国的硕士 人家就知道 你没有念完博士 你那时候念硕士 就跟台湾像念硕士一样 基本上没什么用 这种硕士 MA是没有什么用的 你MSW 只要不是MA系统的 M开头的那些学位 都是有用的 因为它是professional school 我们在台湾 professional school 跟传统liberal arts education 全都混在一块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这种 后来者不能居上的 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你不了解 人家区分的重要 重点在哪里 还有我们制度僵化 所以你念的设研所 你要考设研所博士班 你唯一的可能 就你是设研所硕士班 美国呢 念硕士是重新开始 因为大学 他们只有大一大二不分析 大三才开始分析 没有学到什么太多专业课程 我们从大一就学到很多专业课程 所以在美国 你大学毕业 你要再申请别的科系 非常容易 只有两种你大概不能申请 医学跟法律 那个需要有大学部 你就要很认真的去念 pre-med或 社会学呢 谁都可以来念 我念书那一年 没有一个是大学 社会学毕业的 只有我跟韩国女孩子 她是梨花女子大学毕业的 我的欧洲同学念 哲学系的 马列系的 那时候还有东欧 什么人都有 就是没有人念社会学系 美国同学有念东欧研究所的 有念什么的 我的另外一个 我们班那时候拿全额奖学金的 一个丹麦的人 他是数学硕士 他是因为在以色列 那个娶个太太在以色列 然后在认识的时候 当时去以色列访问的一个老师 那他们那个奖学金 是由老师决定的 没有公平的概念 没有我们这种公平的概念 说啊他第一名 因为他的平均成绩最高 所以奖学金给他 没有 美国人相信老师的权利 说我认为你是有权利的 我就给你 四年奖学金哦 四年哦 结果我们班那个同学第一名 第一个毕业 第一个毕业 所以那老师的眼光不会看错 我们现在 你能想象说台大由社会系 我来决定 今年奖学金给谁吗 各大有一笔奖学金 就是这样决定的 所以今年完了 就是另外一个人 所以第二年呢 Peter Blau 我去的第二年 是Peter Blau的 那个负责给奖学金 他就给了一个大陆的女孩子 那个人的脱步成绩 怎么不一定有你我好 但是他们就给他 他有非常杰出表现的毕业 我们在台湾这种事情没有发生 所以呢 博士班呢 你要修的课是44个学分 44个学分里面呢 二分之一 是旁听就好 旁听算学分啊 我们在各大叫做R credit R credit就是你坐在那旁听就好 那老师会不同规定 有的老师要你写一个读书心的 有的老师不必 你就坐在那里 你不出席都不管你 因为他的讲法是你念博士班要有广泛的知识 然后你又没有时间去念广泛的知识 他承认这一点 你没有时间 我们在台湾不能承认这一点 所有的课你都得修 都得好好修 最后呢 你就自己决定哪些课你要放弃 美国没有啊 但是告诉你一般的课不用 所以我修博士的时候 二十二个学分是真的认真念的 其他二十二个就看我自己有没有余裕要念 这是非常人性的做法 然后这课程分三种 一种就是lecture的课 跟大学部一模一样 我现在采取的就是这种 一种呢叫做colloquium 我上一半 接下来一半由你们来上 就每个人报告 第三种才是seminar 从头到尾都是学分报告 老师坐在这里 那台湾呢最后就都采取了最后一种方式 那我要恢复到说 因为你们没有共同的基础 我来上课你比较轻松 一个学习就要轻松的按照你的步伐来学习 我给你这个机会看你能不能学到 所以我说是平行宇宙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我的课程设计是这样的原则 因为呢你要跟我念的一样那么多那么快 我是累积了多少年 我刚刚讲三十年 如果你真的也能做到 要不然你就是天才 要不然你就是骗 只有两条路 骗这个是我上课绝对不鼓励的 天才 留待以后人家再告诉你 你是不是天才 这很难说 以前有老师觉得学生是天才 我都不好意思说 老师我在当学生的时候 也有人这样认为我是 可是这有什么用 这只是一个虚名啊 别人认为你是你根本不是 这有什么意思呢 别人认为你是你就认为是 这又有什么意思呢 尤其我们这种社会系不像是什么物理啊 化学数学这种天才 从来没有人说过自己是什么社会学小天才的 你有听过吗 这是一个Oxymoral 不然我们这行是不靠天才的 我们这行是靠实在的努力 然后念这个书呢 真的是你不三十年的功夫 你写不出东西来 那我顺便再说一下 教理论的问题 不管是在社会学界 或在人文科学界 讲思想 讲理论的东西 很容易陷入完全人家不了解的地步 你会进入到一个很奇怪的世界 某种程度 我们可以套一个流行韩剧的说法 叫来自星星的你 人家都不了解 你为什么学理论学哲学 你学哲学到底在讲什么 你后来学完以后就讲不出话来 因为你觉得人家都不会懂 我自己学理论的时候呢 刚开始是要气球这种境界 我要走到一个你知道吗 那种没有人能懂的那种境界 我讲出话来 不是人话 因为人都听不懂 那是不是神话 不知道因为有没有神都不知道 我刚开始念书是要气球这个境界 因为前辈教我的 学长教我的都是这种境界 你跟学长讲话 你根本听不懂他讲什么 学长常问你说 你那本书念了没 没有 你知不知道什么事情 不知道 他就懒得你 因为学长跟老师不一样 尤其我的美国老师 跟台湾老师不一样 美国老师常常觉得 你不懂是正确的 因为你不懂所以才要跟我学 我们台湾老师呢 常常你不懂 他就气到不行 你怎么会不懂呢 美国老师听到你不懂 他就赶快教你 台湾老师听到不懂 马上就气 所以我现在碰到学长也是 常常跟我讲说 老师 可是老师我不懂 我说这是为什么你要跟我学啊 这为什么我来教你啊 如果我当老师 你不懂的我还教不懂你 那你干嘛给我钱呢 你干嘛来上这个学校呢 这不是很麻烦的事情吗 那这种事情呢 只有在一个地方 人的头脑是清醒的 补习班 你去补习班花多少钱呢 他要教你不懂 你大概脏话都讲出来了 我花了钱呢 我来这里 就是因为我上课听不懂 我来你这里才听得懂 为什么补习了还听不懂 所以补习班老师可以赚很大的钱 我的学生在补习班教书 他赚的钱比我真的是高太多了 有一天 因为他在补习班有两个名字 有人说他不是姓陈吗 说不他姓黄 我说同一个人啊 我看过照片啊 同一个人 有一天在中文经厂碰到他 哎呀他很高兴 看到我们就师生就聊起来了 他说老师啊 我都没有继续念书啊 我说哎呦 你现在造福的比你继续念博士班好啊 他说老师 补习班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你什么时候退休可以来这一行啊 我说我退休来去这一行 哎呀 我说你就发学学弟学妹嘛 看谁可以去补习班那个 因为他一个人吃不下来啊 虽然赚很多钱啊 但是你知道那个心理 他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补习班老师啊 他真的很关心学生啊 比我们大部分大学老师都还关心学生啊 我自己认识 我从他念书进到台大社研所硕士班 我就开始认识这个人 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所以你到补习班回到人 你到补习班念书你会要求了解 为什么在学校念书 老师教你教不懂 你会认为问题都出在自己 而不是出在老师 我们台湾的教室 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学生的自卑情节 造成老师不必说清楚 我教理论不是这样的 我刚回来教书的时候 看到一个很惊骇我的一个场面 我刚回来教书一年半没有研究室 那时候还没办到这里来 在那个徐州路那边 一年半没有研究室 所以有时候我上课呢 就提早到 提早到坐在教室里面 也没地方去啊 我第一次去教员休息室 结果有教授就 有教授就里面 酸溜溜的说 老教授说 哎呦 现在老师上课穿牛仔裤了 一副那种 世界末日的征兆你知道吗 不是什么号角响起 是因为有老师穿牛仔裤 他认为是不得了 我想去这种地方干什么呢 我也不喝咖啡的人 虽然我留美 我后来就不去教员休息室 我到现在为止 几乎没有去过教员休息室 我就怎么这样看人呢 我现在已经到了那种 可以说哎呦不得了 现在老师都穿牛仔裤了 我到这种年纪 我也没讲这话 所以我就在教室待着 有时候听到学生有演讲 有学生的演讲会 我就发现呢 当了老师真的不如当教 当学长 当学长的权威最高 当老师尤其年轻老师 在台大基本上是没有地位的 台大是一流的学生 二流设备 三流老师 我就从一流 有没有经过二流不知道 然后变成三流 那个演讲非常夸张 做大 很多学弟学妹坐在那里 学长那边发表演说 他在讲 讲到类似这样的情节 他说台湾 台湾的学术比韩国落后 这是二十几年前 韩剧什么都还没起来的时候 大概落后五十年 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 下面有一个学弟就傻傻地举手问说 学长我想请问一下 这五十年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想是好问题啊 对不对 台湾的学生为什么落后 韩国五十年啊 我自己也很好奇啊 他没看好转呢 这个学长呢就 眼睛直着看着他 然后只说了一句话 平常叫你好好念书 你就没有好好念书 还问这个问题给我坐下 然后就这场演讲 从此以后就没有问题了 那至于五十年怎么算出来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那这个人现在在别的地方当老师这样 那个问问题的人也在别的地方当老师 所以这个很多老师的江湖的 他们当学生的情况 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要退休写个回忆录的话 是我赚钱的一个方法 我可以号称 我回忆录写一个老年痴呆症的回忆录 这样我就可以不负责任 对不对 你倒是说老师我没发现那种事 对嘛我记错了嘛 嘿呀我老年痴呆了 没看书名吗 一个老年痴呆症的回忆录 好所以回到这里来 那我教理论呢 因为从学生开始我就跟人家不太一样 我的路数跟人家不一样 我涵盖的派位跟人家不一样 但是我都有理由的 我不是故意标新立意的 那学术有研究的传统 第一个传统就是依照一般所谓的教课书 在社会学理论呢 一般的教课书我们下礼拜会讲到 会介绍一下 我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教课书叫Thema Chef的 叫社会学理论 现在大家你们听都没听过 虽然Giddens那本很有名的教课书 1971年出版 至今没有修正过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以前大学是1975年 念到理论是1978年或1979年 我念理论的时候 那个班上做了一个 当时非常红的电影明星 叫齐玉 齐玉跑来听我们的课 齐玉我们是同一届毕业的 他就听叶老师上课 我们所有人都被齐玉所吸引了 就坐在教室的一个角落 所以课上有大明星 有时候老师是很尴尬的 那时候用的书呢 大概就是Coser的书 现在大陆也有一本 台湾一直没有完全的一本 后来把大陆一本弄过来 那Giddens书后来 我回来当老师以后 也才被听到有人在用 然后后来也有了译本 还有另外一本阿宏的书 所以我们大概那时候 对理论的想象 就是那样的东西 那我个人是受Coser书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 是根据Coser这个架构 但Coser书最大的缺点 就他讲理论部分讲得很烂 讲得很烂 所以呢你可以用阿宏的来补 那我们当时都误以为 当时都误以为 只要把这两本书念到烂熟 你就是理论的最高峰了 你完全不知道 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 你只是登了一个小丘陵 就觉得治了不起 这种东西的视野都不断扩大 尤其到美国去念书以后 美国没有老师使用课本 台湾没有老师不使用课本 在那时候 使用课本的框框就很清楚了 你不能thinking out of the box 你就在thinking within the box 这是一个使用课本最大的危机 但使用课本对教学者有绝大的好处 各位家有机会教书你就知道 你要是一个没有课本东西 你从何准备起 有个课本的东西 你有两套做法 一个叫做翻译机 你就是用一个英文书 然后上课反正学生的英文不会比你好 你上课认真一点 你就是把英文的书拿出来讲 就把学生唬得一愣一愣的 你做的是翻译机的工作 只有你知道 另外叫有声书 这最low的 各位同学打开课本第三页 稍微更low的 我们的一个老师 同学打开课本第三页 来 你先念一顿 听 该你 好像在玩游戏 我们有这样的老师 他要顺便点名 什么事情都不做 就坐在这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当老师很容易 好像自己有没有学问都不知道 有权力绝对是 有没有学问都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有这些 零零种种的经验 所以我教理论 第一个 我希望 如果你不想来上课 可以不来上课了 只要这门课开成了 反正有录影 你觉得在家 在自己选定的时间 穿着睡衣念书 效果最大的时候 那你就穿着睡衣念书 你穿着睡衣不可能来这 我也不可能来这 我甚至都希望说 有一天我可不可以 Skype开课这样 我们就几个人 Skype就是大家在网路上 然后你可以不要开视讯 那你刚洗完头 或者我在厕所马桶上 我们都可以继续讲 这样大家不会很尴尬 学习就应该在你 最能够学习的时候学习 而不是在某个时间 某个礼拜几点钟到几点钟 我觉得人不是这种动物 所以我们就必须这样 真的是有点不得已这样 所以我从来上课都不要求 学生来上课 我从来不要求 因为我个人就是一个 自我学习的人 我是自主学习的人 我一旦拿到书单 我就可以不上课了 因为我回去我自己看 如果你是这种人 你跟我讲 我绝对可以支持你 如果你不是这种人 你来上课 还是可以学到一点东西 尤其我的讲义 我念书的时候 老师都觉得讲义是个宝 都不敢给人家看 我的讲义呢 都是天下围攻的 你看 为什么 你不怕被偷走 我不会啊 因为下一期我会更多 你拿的只是我今年的讲义 拿我今年的讲义 什么好稀奇呢 我只要今年还活下去 我明年讲义绝对比今年多 我会修正 我会改 有些讲法我会 我会努力 我会进步 我从来不都不怕 那个讲义被人家知道 很多老师很怕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你难道今年到明年 就不念书了吗 像我今年一定会增加的讲义 就是有关Marks-Weber 方法论的部分 因为张旺山老师 出了一本书 国客会的意诸计划 他在台北的那一场 要找我去批评 我就很认真要把它看一遍 看一遍以后 我就一定会有心得摆进去 因为那个方法论书 很不好看的 很不好看 我是个非常诚实的人 看不懂的就说看不懂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很多人都觉得 知之为知之 不知也为知之 然后就把学术界搞坏了 大家都以为自己懂 所以我这个 社会学理论的教学 我一项标榜 能够像白居意义一样 的诗文一样 老欲皆解 这是我希望的境界 出外演讲呢 常常 没念过大学人也听懂 我的演讲里面几乎没有英文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自我的要求 既然要跟人家沟通 就要让人家知道我什么意思 我就要讲清楚 好 所以这门课我不会按照念 我不喜欢有声书翻译机 所以我的设计呢 所以每一门课呢 每一个第一个我要讲很多人 为什么要讲很多人 有广播的基础 你才可以选择哪一个是你要挑的 你不能在这世界上只知道美国英国 你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有趣的地方 那社会学理论以前传统在台湾的说法都叫社会学三大家 那三大家以外都不是人吗 我比较注重思想之间的彼此的关联 所以我讲这个人跟那个人通常会有关系 到下一次我就会跟你讲 你看 这个人现在讲到这个人 这个人上次我们上次有讲过 你一般学理论教科书 现在不管是出版社在出的什么样教科书 都是没头没尾的 理论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你必须有很聪明的头脑 所以在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 有老师还告诉学生 特别是女学生 说理论呢 不是女人可以了解的 这是1980年代末期 1990年代初的时候 我从来不这样想 但那个老师这样想 那很多人尊敬那个老师 所以信以为真 所以很多人会来社会学不念 当初很优秀的女同学不念 就是因为他相信某个老师说的 社会学不是女人给的 不是只有社会学理论 广泛来讲 社会学都不是给女人可以做的 女人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他认为女人最好再回家相夫教子 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很气这句话 所以我要证明给你看 这种想法延续了至少300年 在社会学理论里面 所以我的课开头叫谁 叫Mary Wollstonecraft Mary Wollstonecraft呢 多特别 第一个 她没受过正式的教育 不像我们其他要讲的社会学大师们 那个得了什么大学的博士学位 这个人 你找不到 她的生平传经 找不到她念书的记录 可是她写了书 还有她情感生活的丰富 绝对可以拍成一部电影 绝对比曾奥斯丁的小说还要精彩 有血有肉的人 然后她的那个为女权辩护那本书 到现在你听起来 对某些人还是有震聋发聩的效果 我刚刚讲那二三十年前老师那个讲法 那老师完全不知道Mary Wollstonecraft是谁 她也不知道在两百多年前 Mary Wollstonecraft早就提出了一些 这个老师讲话的盲点 我们还不讲其他的理论家 因为其他人家都男的 所以我第一个会从Mary Wollstonecraft讲起 但是后来不太讲的原因是因为有 女性主义思潮这样的课 那那种课呢 他可以告诉你其他的事情 我就不讲后面的人了 因为这个Mary Wollstonecraft的年代 在这些男的之前 所以呢 我可以告诉你说 有些人不读书 一样 对德性的问题 对道德问题 了解的比这些读书的人了解还要多 对社会现象了解是更深刻的 提醒同学跟提醒我自己 不要因为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学院里面的人 就以为我们掌握了世界知识的钥匙 有时候我们可能掌握了钥匙 我们是被关在外面的人 这是我们要随时提醒自己的 有那钥匙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在外面不是在里面 尤其学理论特别容易变成 人社会世界的一个局外人 那Mary Wollstonecraft以后呢 要讲的人就是August Comte 讲孔德的原因其实最单纯的 就是因为他是社会学这个词的发明者 还有呢 我写了一本书有关这个人 这本书呢 大概让我躋身于世界孔德专家之灵这样 虽然这个在现代好像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但是只要走过都留下痕迹 那我那本书呢 到现在为止 已经出版二十年 也没卖完一千本这样 这本书我曾经拿去巴黎的孔德纪念馆 请同学拿去 孔德纪念馆给了一张感谢函 我那天终于又找到了 我不太收集这种东西 把它造一张像 至少证明那本书曾经被送去过 但是后来有另外同学去的时候 去帮我造像 因为第一个同学去的时候 手机还不是那么方便 第二个同学去的时候 我说他在那边念书 我说你去帮我造像 我说你记住keyword 你跟他进去 你就跟他说 我要造那张椅子 那张椅子 记住就这句话 我在这堂课里面 你会听到我很多故事 我跟很多人见面 我都没有哈拉的 我就直接进入keyword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keyword是 请问1981年 奇梅尔的那个货币哲学那本书 是不是你买去的 这是在1997年 我去马堡 见到Professor Dirk Kessler的时候 我说的第一句话 有同学在场 他们觉得很奇怪 老师 我用英文讲 那老师 你都不先讲别的吗 不讲一下 你们的德国社会学 真是 蓬勃发展 什么那种屁话 我讲那干嘛呢 结果那个教授也非常厉害 从书架抽下了一本书 说你说的是这本吗 我们两个讲话 像老朋友 或像情报员 旁边人都听不懂 我们在讲什么 然后他拿出来的时候 我远远看 我说不是那一本 我说我看到那本是什么样 什么样 然后那天那个老师跟我谈完以后 没有谈多久 半个钟头 因为我没什么要谈的 他就准备要请我吃披萨 你去拜访外国老师 他最后决定要请你吃饭 这件很困难的事情 在台湾或者在中国 不吃饭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你看不起人家 在德国吃饭 绝对是对你最高赞美 可是那天刚好有别的事情 就那个 另外还有一个是说 哦 那套书才45块钱吗 这是有关 Spencer 的书 在伯克莱大学附近的沙士比亚书店 世界有多少家沙士比亚书店 我至少去过三家 伯克莱一家 纽约一家 跟巴黎的那一家 好 这个先不讲这个 就是先预告一下 这预告片都很精彩 对不对 到了时候你就知道 我不会忘掉这些故事 所以孔德呢是我写过的书 然后第二个同学在去的时候 他把我照那张椅子 他也照到了 他照到的时候是有一群椅子 长得一模一样 然后他就问那个人说 我老师曾经送了一本书来 那个人对这本书一无所知 那时候我也找不到那张证明 所以可能他们也丢了 孔德纪念馆 那我后来写了图尔干 写了马克思 我就没有再送给任何纪念馆 所以孔德呢 你不了解孔德有什么问题 很多人认为孔德已经过时了 社会理论或一般的思想 没有过时的问题 知道吗 这以前我老师说的 我的国学老师说的 说啊 这不是古代的学问 或古代智慧有没有用的问题 是你有没有用古代智慧的那个智慧 是你的问题 不是对方的问题 你不读你当然觉得它不重要啊 你读了 有些地方可以启发你啊 所有的不管是中国古代的典籍 或者西方的思想都是这样东西啊 所以我有时候说 老师你总不读这个 我说因为第一个没时间 不是因为它不重要 我自己当初写孔德那本书的时候 我以为花三个礼拜就可以写完 因为没有人讲它嘛 大概没什么东西嘛 所以我回来教书说1987年 然后199192 我到伯克莱去进修 我就在写这本书 我就以为进修顺便完 然后就可以把这本书写完 结果发现事实不然这样 这本孔德可以研究东西太多了 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这张课我就要告诉你这些东西 有一些东西讲的比马克思还要完整 尤其他的那个所谓的历史哲学的部分 那个一般书都不会写了 还有他对于这种社会法则的建构 这东西其实影响到后来的Parsons Parsons后来在一九五几年要建构这种这种基本法则的时候 他完全不知道在一百多年前 孔德颖做过同样的事情 他完全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念 所以这是一个思想史上的有时候这种missing link missing link就是因为后面有些人觉得这不重要 然后他的图子图顺也相信这不重要 然后大家就把这给忘了 所以人类的智慧因此就暂缓了很久 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 我们当老师不应该训练我们的学生做一个狭隘的人 所以我教理论教的人非常多 人家说你怎么教得完 我说可以啊 因为我有讲义啊 讲不完你回去看啊 讲不完你回去看啊 我的讲义有多厚呢 从桌上都是单面的 今年一定会更多了 所以根据上学期研究生的经验 我就给大家放在CBA上面你就去下载 然后任何人要的都可以写信给我 我就传给你 这不是秘密 你能站在我的肩膀上往前看 如果看得更远 这是人类的福利 也不是只有中国人世界的福利 很多这些老外也没看到过 所以我有这个 所以孔德一定要教 我到时候就告诉你为什么 一堂课就可以了 我还花很多时间讲学者的生平 讲学者的生平 第一个warm up一下 这很有趣的故事 大家都觉得思想跟这个人没关系 孔德无趣 马克思也骂他 谁也骂他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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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趣啊 你上课要有点有趣的东西啊 所以我大概会花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 讲这个 那其他的思想的部分 我大概花的时间大概顶多三分之二 中间有两个部分我不讲 是因为那要讲就要把故事扯太远 但是我会给你讲义 相关的讲义 所以我是这样做的 所以孔德完了呢 这是根据生平 生平 很多人讲三大家 那个次序不知道是根据什么 另外的接下来就是马克思 跟恩格斯 以及马克思跟恩格斯 这三个部分 很多人认为讲马克思跟恩格斯 就讲马克思 有一位学者前辈 写文章之前马克思都不讲恩格斯 所以马克思在他的共产党宣言 里面说这句话是错的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跟恩格斯和写的 我还曾经想要写一篇文章 区分共产党宣言里面哪一个部分 是马克思写的哪部分是恩格斯写的 到现在我还没有答案 但是我的线索呢 在你们的讲义里面会有 我找到一些线索 但是我找不到答案 或者我还没找到答案 也许你们可以找到 我想到一些办法 好 所以这是马克思跟恩格斯 以及马克思跟恩格斯 因为他们有合著的部分 有分开自己写的部分 有共同的贡献 有个别的贡献 简单讲是这样 然后这个共同的贡献呢 很多人认为 因为马克思比较有名 所以恩格斯就不重要 这是很大的错误 那今天在台湾很幸运 讲马克思跟恩格斯 已经不是禁忌了 我那天大学的时候 这还是禁忌 所以我们要谈马克思 只能从三民主义立场来谈 那马克思跟恩格斯 都是王八蛋 这是一点疑问都没有的 在当时 那我自己后来 对这个有兴趣自己念了 最近也写完两本书 两本小书讲这个的 我发现了一些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所以这是马克思跟恩格斯的部分 第三个人 接下来的人要讲Herbert Spencer Herbert Spencer 史有些是非常有名的人 他这家伙呢 没有做任何事情 他就是靠写书 然后靠在世界 先预约他买的书 这件事情赚大钱 日本人对他推崇备至 然后这个 在西方的文献里面 找到一封信 是日本人写给 Spencer Spencer回的信 日本人问 Spencer 怎么样可以 让他们的国家家与改善 Spencer回了一个 非常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封信 所以你们不要跟外国人通婚 他不敢明讲说 你跟外国人通婚 你会混淆外国人的种族 这是不对的 当然他的观念是错的 他的意思就是 你们东方人就是该被消灭的民族 你们就是列等民族 可是他硬要回这封信 那个回的有点尴尬 我的讲义里没有这个 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看到任何一本书讲的 已经没有人读 Spencer 1934年的时候 Tolker Parsons在他最有名的那本书 那套书叫社会结构的 社会行动的结构里面 他的序言 第一句话就是说 引别的话 很多人都忘掉说 这是他引别的话 引当是一个政治思想史家 叫做Crain Brinton Crain Brinton很有名的 叫Who Now Read Spencer 现在谁还念 Spencer 1934年以前 Spencer在大概50年前 还是个赫赫有名之人 50年后没有人 他死后没有人读他的东西 到现在为止 你要去买 Spencer 是不是非常困难的 我在那个91年 在伯克莱的时候 我就决定 孔德写完我要写 Spencer 但我写 Spencer 不是写 Spencer 我要把 Spencer 跟岩父摆在一起写 结果就要去找书 我相信一定有 所以就在 刚刚讲的内容 我就在伯克莱的莎士比亚书店 我每天逛一家书店 我现在保持着 只要一出门到学校书店 一定逛书店的这种习惯 每天逛一家书店 那家书店我逛了烂熟 二手书店 结果那天在付账的时候 就这样一抬头 九本书45块钱 写 Spencer 我说 九本书45块钱 他说对 我就拿出了信用卡 我买了 老板就蹦出了一句 Who Now Read Spencer 我说你教社会学 他说对 我在某一个college 教社会学 他是书店老板 非常有学问的书店老板 教社会学书店老板 所以他就很兴奋跟我 我说你还有别的书吗 他说没有 我说那哪里可以买得到 他说你到附近的 Bay Area的附近 二手书店去买 结果我就真的到附近的 二手书店到处找 我终于把 Spencer 书凑全了 可是那本书 我一直没写出来 有一本书1898年出版 1898年 戊区正编那一年 我有那书啊 现在不太容易翻了 在我去美国之前 我开始教书 就是教这些人 Mary Wilson Crabbs 是比较后来加的 有一年教到 Spencer 我就希望同学 帮我去找这个原点 那时候呢 法图的地下室 有一群日记时代 留下来的这种时代的书 你要什么书几乎都有 结果就是没有 Spencer这本书 我想不可能 一定有 照日本人这样收书的习惯 结果回家就做梦 这有电视录影的 我就梦到了 我走到同样的地下室 然后就转弯 然后就看到那本书 醒来以后 我觉得不可能啊 可是呢 为什么又那么的 对 那么真 我就到了图书馆去 结果我好像就穿越时空那样的 我就真的走到那里 然后我就照那右转 果然我就碰到第一个书架 就看到那两本书 后来发现那有三套系统 我平常看的是一套系统 它没那套书 它在第二套我不知道的系统里面 有那两本书 我本来拿去影印 那那时候有同学帮我去 东吴大学的图书馆 印到了一些 但是我不喜欢收集台湾影印的书 所以我在那个 没有在Berkeley买到这些书之前 我有那些影印本 因为我想看一下 当时的受学讲什么 Spenser的英文是我们还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跟Spenser是这样的姻缘 还没结束 不知道要不要写 好 所以这是Spenser 你了解Spenser 你就比较容易了解土耳干 因为土耳干有个地方就引到Spenser 这跟Spenser对话 但你现在不讲Spenser以后 土耳干的对话对你来讲 都没有任何意义的 就落空了你知道吗 你的记忆就被洗掉了 另外很重要的人叫Pareto Pareto那个我没有什么特别 特别要教你 我只告诉你这个人的首尾不一致的 我后来在纪念这个 一个老师祝寿啦 不是纪念 这样讲不对 替一个老师祝寿文集里面 就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我就告诉你说有些研究理论不能顾名思义 你顾名思义你就错了 Pareto有个理论叫精英流通 那精英流通这个名 这概念你想要什么 叫你写字名词你万一不懂 你就开始瞎掰 精英流通是怎么一回事 精英流通大部分都会认为 这个有人上台有人下台 有人可以在这个社会流动 你会这样写 他不是的 这名词呢 他就讲到一个非常怪异的 跟精英流通没有关系 他真的是这样讲的 他有原来的法文 名叫classic circulation 他说一个人从一个阶级升到另外一个阶级之后 他会把过去的习性带过去 这叫精英流通 我觉得命名完全错误 这叫做恶性难改 或者这个土话说的狗改不要吃屎 就这么简单的理论吗 不是那种今天有一群人上台了 然后等政党轮替另外一群人就换下来 不是这样 你想要精英流通 你想要是这种政党轮替的概念 他完全不是啊 我就从文本就列下来 就上次那篇文章发表以后 一个学长现在在别的地方教书 说应该不是这样吧 我都已经证据都列出来 他怀疑不是这样 他问哪天要来读书再找找看 那你去找吧 我这个人敢写文章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到现在为止他没有回信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我觉得他有些问题 这个等下我们交到再说 所以这两个人提到 还有Ferdinand Ternis Ternis呢 在社会学里面大概在 可能大一都会提到 就是所谓的社区跟社会的概念 Society and Community 这两个字是非常不信的两个字 因为这两个字都有现代的意义 那跟它古典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比较好的翻译 应该叫做社会体共同体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知道 这两个字不是一个现代用的概念 这是一个它的独特概念 那这概念呢 你可能在社会学教学书或甚至在社会教学书都会有告诉你 社会跟 Community跟那个Society的区别是什么 会画一个表给你 那那个呢 我很惊讶地发现 那个并不在原点里面 在原点里面呢 它确实有做表 而且做的表非常复杂 不是只有这样的而已 所以这两个人要教 这两个人在一堂课我就给你把你教完 我是要强调这个 你要去看原点 原点教你的东西 往往不是二手书教你的东西 二手书教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都不知道 二手书有点像画虎不成反类拳这样 到时候你就不知道拳跟虎的差别是什么 读二手书的差异在这 读二手书最大好处就帮助你考试 因为考试需要标准答案 我就很难出题 我一出题呢 你写出标准答案你是错的 到时候你觉得补习班老师也对不起你 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老师在搞什么 那接下来才是土耳干 很多人花时间介绍土耳干 我不会 我只要花两节课或三节课介绍土耳干这样 因为第一个我要讲的东西 我的书都已经写了 你如果要详细去看 看我的书会比我上课讲得完整 我只是提醒你一些重点 尤其是有一些小地方 很多书都不讲的事情 甚至对土耳干的一些误解 那我个人最喜欢的是zmail 但是zmail非常难懂 我准备韦伯的书写完了以后要写zmail 为什么摆在那么后面 非敢还也盖有待也 因为还有好多事情我搞不懂 可是等着有些好处 第一个译本会出来 译本会出来译得再烂 我也知道根据我的程度 我知道它烂在哪里 你程度高的时候 烂译本不是坏事 烂译本反而是一件好事 你程度不高的时候 译本真的会把你搞死 懂吗 你比它高 你只要水 你只要脖子在水之上 你就不会被淹死 就这个逻辑 水在你之上 你就会被淹死 那译本就是看你自己 你知道吗 那译本是个水 看你自己会不会游 你在刚开始的时候 你很容易被人家骗得死死的 学术界的诈骗 这是我后来要教的诈骗社会学中间的一个重要的章节 学术界的诈骗是更可怕的 因为你会认为学术界那个不叫诈骗 你想你都那么聪明了 还有人诈骗的要理吗 有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 都有他的那个软肋叫做 所以Zmail呢是我非常喜欢 但是有些地方我都 你看我的讲义是空白的 或者是缺文的 那都我希望将来能够补上 但显然这学期大概补不上 但是光我能够告诉你的 Zmail就够豐富 Marks-Faber是最后一个人 Marks-Faber因为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了 那台湾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 那到自始呢 这些专家后来不写东西 也没有人敢写东西 因为已经写不出新东西来了 在西方的学术界也差不多 Marks-Faber已经是一个 某种程度已经是个 制成一体的学问 你很难增加新的东西了 要研究Marks-Faber现在很困难 因为你要念好多好多好多书 我因为去年参加了Marks-Faber 中国宗教发表一百周年的一个研讨会 其实一百周年还没到了 那我就准备写一本 有关书名都定了 叫《韦伯的独教与道教的前世今生与转世》 转世是讲翻译的问题 我已经开了一个头 我论文也写了有关译本的问题 接下来会讨论这本书 这本书是继简辉美的硕士论文之后 大概第一本中文书 回应Marks-Faber的东西 Marks-Faber研究那么多年来 没有人能回应 德国人有一些编了一些文章 那都散片了 我准备全心全意的去回应这篇文章 我有一些以前的研究累积出来的东西 所以这个学期就教这几个人 教这几个人呢 第一个我会先讲他的生平 第二个不会讲的 但讲应会有的 就是他的思想脉络 让你将来有兴趣 你可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第三个是他的著作脉络 著作脉络我大概也不会讲 因为我们著作脉络的原因 是因为让你知道 一个人的著作的发展 还有他的翻译 我们常常从译本来看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 这些人大概都不是欧美 都不是美国人士 都是欧洲人士 欧洲人士的语言 像我年轻的时候 希望能够学德文法文 也学了 但学了结果并没有好到 可以看他们书 毫无障碍的地步 没有 学德文的人看 Mark Sewell都有很大的困难 就不要讲 我们学英文的人 看Parsons的文章 那真的是 不比登天还难 因为天下有人上去 至少月亮有人上去 Mark Sewell Parsons要了解 真的很困难 就是学术界 充满这样的人 但是呢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方式 让我们能够逼近他们 所以呢思想脉络 做诸作脉络很重要 我特别做一个功夫 就是把那些 不管是德文或法文的 有哪些部分 有英译文章的 有哪些部分 我全部把它列出来 这我做了很大的功夫 很多人认为这东西不重要 但是至少你知道 你看那篇文章 是在哪一个脉络里面 有点像瞎子摸象 你有个全象的概念以后 你摸到什么 你大概知道 其他部分是我没看到 人会谦虚一点 很多人呢 就不谦虚的 找读本来看 找选文来看 然后读到的 全部都是诗块 那你就觉得 哇 这是一条大象就这样吗 不 你读到诗块 他的某一个想法是这样 整体的不是这样 有些甚至还断章取义的 所以这个要怎么样 有一个全面的概念 这个有一个 是著作脉络的 这个讯息在那里 你会比较谦虚一点 所以接下来才是我 选取的主要概念的介绍 每一个讲义 都是这样的结构 每一个人都这样结构 那有一些呢 我的老师教我啦 有些知识 尤其是事实方面 的知识 不是道德方面 你如果用表能够列出来 列表最好 因为清楚明白 所以我有地方会列表 列表一直是我 老师教我跟我教学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你学会列表 你的思想就比较清楚 你的证据 证据力就很够 不然的话 你讲话永远是那种 含含吻吻的话 你会列表以后 什么事情 且证如山 人家还可以查证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夫这样 所以其他的没有什么大的要说的 就是教的是这些人 你说学那么多人 我刚刚讲过了 学思想的东西 你能学越多越好 有一些你可以选择在正学期放弃 不要在这里一起修 你将来有机会在那 学理论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一学期的事情 我不期待各位将来都能像我一样教理论 但是至少你学理论的时候有点乐趣 你可以知道真的是有用的东西 这是教学的目标之一 所以我不是要期待说 这样教完你就可以都 就像我们博士班的学科考试一样 当初要列一个理论的书单 因为我有经验 我就列一个非常小的书单 还包括页码都写出来 这本书你要念哪一页 我都写出来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教了这个理论 教那么多年 我知道有一个脉络关系 你根据这脉络关系念书 那整个东西很清楚的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 就觉得说 作为一个博士班学生 没念过这个书 这算能毕业吗 用这种高标准 所以后来我列了书单以后 其他老师再加 那个老师再加再加 加了以后呢 那书单就没有人考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人考理论 所以那书单念出来 就是让你不要来考的 这有意义吗 这完全没有意义吗 我说你干嘛 他现在不是出去教书 他现在只是一个学科考试 在他会的里面 你要知道他会的东西很确实 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算他只知道一个人 他知道那个人的东西是真的很确实 而不是靠着什么 Giddens的书啦 Koser的书啦 阿宏的书啦 或另外其他什么人的书 然后得到那种二手的知识啊 因为将来他有机会 他就自己会做学问啦 他做的学问就是每一步都很扎实啊 你何必现在叫他做一堆虚的 叫他可以讲出一堆人名 可以讲出一堆书名 他的书上也都有那些书 没有一本翻开的 或翻开了全部食人牙会的 这什么意义呢 如果最后教完的东西 你都在变成是人家的有声书 跟翻译机 这有什么意义呢 尤其理论中心是个舶来品啊 我希望将来有机会 可以开一个华文社会学家专题研究 如何把这些变成活生生的我们的东西 有些前辈已经做了 那你们很多人将来论文 也是要研究本土社会的 所以这是我对理论教学上面的一些期许 这样 所以你不懂没关系 你愿意学 你愿意花时间 我都愿意教你 上课因为有录影 你不好意思问问题 没关系 你下课可以问我 你甚至可以写纸条问我都可以 就是看你觉得你真的要学习 诚实的对待我 我会诚实对待你 我绝对不会逼你撒谎的 当老师还逼学生撒谎 这真的是 你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事业 我完全了解你不可能读完我读的东西 我完全了解 所以我不希望你读完所有的东西 我只希望你 作业方面 你能够写个双周记三周记 你反正总要读一点书 你读完书有什么心得 不要抄的 上学期的一些人就抄的 讲的都一副那种四平八稳的那种 完全没有疑惑 没有困扰 你读书能够有疑惑有困扰 这是我最喜欢看到的 我不一定能帮你解决这个困扰 但是带着困扰读书 你的效果是很大的 带着找答案的方式读书 到时候你觉得找到了 这个效果值不值得我 真的是怀疑 还有一些段落我会教你 怎么样读一本经典 尤其在有关马克思 异化理论的地方 如果你已经看我的书了 OK我就没办法 没东西教你了 我有一个本书的标题 就是章节标题 从倒数第六段 还有第几段念起 以前同学大概有经验 读到异化劳动那篇文章 读到人家满头雾水 很多人就不读那篇文章 用这个二手书来念 二手书就告诉你 马克思认为异化有几种 什么什么的 讲得偷偷知道 你想会错吗 以前老师很喜欢考这一题 那考完呢 大概就二十五分就到手了 结果大部分人都写错 为什么写错 以前我用讲的 学生都不理我 我现在写出书来了 还是一下没人理我 没有任何一篇书评 大陆也没书评 台湾也没书评 台湾没书评我可以理解了 大家怕惹我了 没什么好惹的 你看书比较重要 我觉得我已经写出来了 难道没有人觉得怎么样吗 称颂一下吗 如果是对的 没有 台湾念书真的很寂寞 你写了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好 所以如果你有想法可以跟我讨论 你用email讨论也可以 我不太喜欢用email讨论 因为我讲话比较快 我写的比较慢 有些话用讲的比较好 不是说没证据 不要误会 真的是尽量不要用email跟我讨论 你可以email跟我约时间 我喜欢来学校跟你讲 你不嫌啰嗦的话 我有时候会一讲讲两个钟头 如果你嫌啰嗦的话 我会克制一下自己 所以作业呢 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然后我也不知道博士班该怎么教 坦白告诉你 我真的不知道博士班该怎么教 所以呢我就觉得 我这里没有写什么嘛 对不对 就遇到进度题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问题 你就把它写在作业里面 就双周记或者三周记 你看你能写几篇 上学期我要求硕士班学生是写十篇 但是我发现效果不太好 所以既然是博士班 那你就写个五篇好了 写深入一点 可以吗 或者你五篇也做不到 但是你只要写深入一点 一篇我也可以接受 不要写那种观样文章 什么马克思的什么东西 跟什么东西比较 不要 这种东西都是抄来的 不要这样做 你现在还没有能力做到这种比较 这是一堂课而已 你写论文可能可以 你有时间 这堂课 我又不希望你怎么 学期结束一个月才交报告 我希望你学期结束就交报告 所以我不期待你的作业 是很长的很完整的 你从现在开始修这门课 你就开始拟定你自己的读书的方向 然后怎么读书呢 你最不会最不会 对我后面都有阅读提醒 你就跟着我那个提醒去念就好 好就像回答我的问题一样 或者你有发现新的问题 你有新的答案都可以的 好所以那个17周 大家好没有碰到放假 这日期应该没有问题 好像查过了 所以下礼拜是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 没有人教过这个部分 我每学习都教这个部分 你要不了解这东西 很多基本问题跟不知道的 第二个是 Very Awesome Craft 然后第三个就是孔德 一个礼拜 马克思跟恩格斯一个礼拜 马克思一个礼拜 恩格斯一个礼拜 总共三个礼拜 然后 Spencer 一个礼拜 Pareto 跟 Tunis 总共一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 然后Tourgan 三个礼拜 Zima 两个礼拜 韦伯三个礼拜 就这样 所以你要交作业的时候 就是6月3号就要交 因为这样我有一个礼拜时间可以改 然后在6月10号 或者考试应该是17号 我就会 考试那天我们不考试 但是我会回来交 把作业改给你们 把你们座里面发生的 一般性的问题 跟个别性的问题 我会告诉你 因为以前呢 我花很多时间写评论 结果发现同学并不珍惜评论 很多人根本就不拿回去 摆在门口 不拿回去 我发现我浪费的时间干什么 所以后来我就跟同学讲 如果你要听我的评论 你把你报告带来 我一句一句跟你讲 这样我对得起你吗 可是呢 讲完这句话以后 没有人来找过我 大家怕被一句一句被批评 我想学嘛 你为什么怕说 道老师老师一定骂你呢 我这个老师是不骂人的 我连跟人家吵架 我自己都觉得很尴尬 你不要在我精神不好的时候来 老师现在年纪大了 最近发现可以提神的方法 但你不要在 譬如说两点钟来 我那时候精神不太好 三点以后来精神会比较好 你事前跟我约 或有时候我礼拜一礼拜二上课 但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有时候会有一些别的约会 我可以把你插进来 像明天下午我会来 礼拜四上午 中午我开会 下午我可能会在那边留一下 我不会一直坐在那 但你跟我约 我一定会来 那我会给你 你的问题我会帮你解答 好不好 所以呢 你会回去看一下这个进度的这个第四页 写在老人眼前面 这是我怕有些人没有机会问我话 我就一条一条好好写 这样的话就好像我在你身边一样 这是我念书念了多少年的心得写出来的 所以这是阿拉伯书的IV这一页 那Mary Wilson Crabb的第一个 那前面前言我就不讲了 你们自己去看 然后这本书呢有多少译本 我大概都查到了 只会有少数的书漏 最夸张是Marx Weber的那个译本 那多到我不知道我收的全不全 很多因为我有收集P 版本P 我这个买书有版本P 听古典音乐我有版本P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麻烦 有时候呢因为家里背一本 研究室背一本 这样就不易带来带去 我现在年纪大不适合背太重的东西 所以这里的译本呢 我常常逛书店 所以一看到我就买 有关大陆的译本 有的时候你们现在有一些网站 可以上网去看 我们当老师不该鼓励你 这是你应该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没有鼓励你 我只是让你知道 你们现在有人习惯看PDF党 但是记住眼睛要好好保养 避免蓝光 我现在已经有非文症 所以有时候看字都会多一点 所以你姓王我都觉得你姓郁 这样 你是大我都看起来是犬 这样都会多一点 所以像我这边有阅读提醒 比如说对这本书 你作者在书中反映哪些人的哪些两性观 所以有两个问题 哪些人 那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第二个 有哪些观点你现在还可以察觉到 这就是你要跟现状来对比的 念书你永远是在 两只脚永远立在当代的 你不可能回到古代去 那些穿越都是骗你的 或者戏剧效果的 我以前念分析哲学 就告诉你不可能有穿越这件事情 这只能世界会大乱 可是现在呢 所有的电影都演穿越的事情 因为是电影 所以他可以这样演 世界会大乱的 除非这个平行宇宙 真的多到我们不可想象的地步 那有一个可能性 好 那所以哪些观点 现在还可以察觉到 你可以察觉自己 察觉报章的新闻 察觉你念到的书的其他东西 第三个 作者如何看待两性的差异 他举出哪些例子 这个各位念书一定要 第一个你很容易抓到 别人的论证什么 他的argument是什么 他相信的东西是什么 不管你叫argument或statement 但重要的永远是 他用什么证据来支撑 他的argument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像老师讲话一样 老师可能会 展宁节讲出某些话 你要信不信 不是因为他是你老师 而是因为他提出什么证据来 这是我们在课堂上 应该教你的 我第一堂课就会告诉你 无师跟真理之间的关系 你要怎么看 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叫 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 这是骂老师的话 表示我们跟真理不站在一边 老师我爱你啊 可是我更爱的是真理 那我们老师不是插真理一大截吗 所以那狗腿学生因为说 无爱无师啊 无师即真理啊 对不对 那你就爱老师等于爱了真理嘛 对不对 第二件的五八折嘛 所以老师跟真理是一块嘛 那你说无爱真理 无更爱无师 哎呦 这个人将来就一定有前途的啦 对不对 真理算什么呢 只要我老师说了就算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种variation 然后作者提出哪些解决方案 他因为不是学术问题 他谈的都是社会现状的问题 当时问题跟现在差多远 然后作者注意哪些社会学理论中 提到的基本问题 像你现在可能会比较知道 所谓的agency跟structure的问题 他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他可能不用这两个字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像你读这个就可以 以这个为想法 你当然还可以以这个想法 以外的别的 你自己读到 觉得有趣的来 譬如说 在他书中理性是占什么样的地位 你这就跟后来谈理性的 很多东西可扯上 如果你对性别社会学有过研究 那性别社会学哪些议题 在他这里没有出现 那孔德部分呢 我列的这些 我还特别说明一下 我上课从来不替学人准备读本 常常有学生听完以后很惊讶 老师在书我去哪里找 我说 你已经发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了 念书当时要自己去找了 我都已经告诉你 有这东西你还不能去找吗 在这个时代 以前我的学生还到图书馆去做书目训练的 你们这时代坐在电脑前面可以干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租书馆都某种程度可以不用去了 那我希望你还是去租书馆走一走 人走一走还是身体会好一点的 我觉得每一天呢 每一个博士班学生都应该租书馆从一楼爬到五楼 再从五楼再下来 至少走一趟 这样对你的身体很好 这是健身的问题 所以不要问我说老师有没有一个读本 多年来有人说老师为什么把它变成一个读本 我说读本是错误的观念 读本跟读哪一本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到时候你就觉得所有学问就在那一本里面了 你就自己跳入那个box 你就不会再往外想了 你就不会去图书馆找资料了 你就不会在网路上找资料了 你就觉得我只要把这本读本读了 天下的学问就在这个读本里 美国老师有些人是这样做的 台湾老师更多人是这样做的 我觉得这都是宠坏的学生啊 学生连图书馆都不用去了 所以我教书以来从来不用读本 我的读本都是读哪一本的读字 你们是博士班的课 大学部我也不用读本 我跟你讲义 但我讲义是我阅读的心得 不是跟课有关 但是跟我的问题没关 跟你阅读没关 你还可以读出别的东西来 所以这是我特别强调的 第一个就是说 孔德的实证哲学 这是一个缩减本 我都有告诉你叶数 那这一叶数呢 提到一些他的原始的想法 这是你可以回到社会学的初衷 到底当初他想社会学的时候想的是什么 但别忘了一个人的生平是有发展的 所以你看这个以外呢 这是他早期想法 第二个想法就是General View of Positivism 这本书有很好的中译本 虽然中译本是比较早的 在中国大陆都还没重印这本 台湾有一些图书馆可以找得到 二手书店有的时候也可以找得到 这本书它中期的思想 然后晚期的思想在这个第七页这本 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 这个有音译本 法文本都不太容易找到 那这个他就提到社会秩序跟社会变异的关系 variation 的关系 其实现在社会学的研究还是这样的东西 我们研究的是常态社会 但常态社会你直接去看 看不出问题来 最好看出问题就是你研究那个社会上的变态 或者偏态 不是正常状态 你就很容易从不是正常状态 来对照出正常状态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在以前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Robert Merton 提出一个观念叫 Strategic Research Site 我很少写黑板 叫做策略性的研究位置 每一个做研究的人都得找到一个策略性的研究位置 可以让你的研究的主题凸显出来 你要研究精神病院 你可以选择位置就是管理人员 你可以选择位置是病人 你也可以像Goffman所选择的那个位置 你这样可以看到那个医院的运作 你要选择哪个位置可以看到最广泛的事情 像以前有人研究这个酒店 你要去当酒店陪酒女郎吗 当管理阶层吗 当厨房吗 当哪里 哪一个位置能看到酒店运作 你的研究主题要来 你就要选择什么样的位置 我这只是讲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那如果你将来要研究别的主题 哪一个位置能让你看得更清楚 如果你要研究比如说社会运动 你要是在你是社会运动中间的一方 你绝对看不到另外一方 那你的研究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这个研究 strategic research非常重要 所以研究一个正常的现象 你往往常常看不到问题 你一定要研究出了什么问题 来映造出那正常现象的一个缺点 这到社会学为止 所以到社会学到目前为止 都是一个不快乐的学问 因为社会学都是研究那种偏门 早期芝加哥学派全部研究犯罪的人 他从犯罪人里面看到 到底那个所谓的社会秩序的边界在哪里 高夫们研究那个也是这样 那古典社会学理论 这点比较不是那么清楚 不是那么他们就用职工法 不是用这种旁敲侧击的方法 所以方法很多 所以这个是一个社会秩序跟社会变异的 一个这种提醒 这种提醒呢 对于这个研究 事后的研究是很重要 所以土耳干为什么研究自杀呢 他是要印证到底道德跟人的关系是什么 他选择用自杀的角度来研究 其实不是自杀 是自杀率 我们到时候会说 所以孔德的提了很多方法 其实后来就是 土耳干所用的 社会学方法的规则里面的方法 很多人不讲孔德 直接从社会学研究方法 你就以为这一切都是土耳干的罢命 不是的 孔德讲了很多 中间还加入了另外一个英国人 叫John Stuart Mill 最有名的是他那个自由论 或者有人翻成论自由 那John Stuart Mill有一本书很重要 很可惜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中意一本 叫System of Logic 严富当初翻译的时候 翻译成穆勒民学 可是严富没翻完这本书 这本书最重要的 对社会学最重要的地方 在第六部分 Part 6 叫The Logic of Moral Science 道德科学的逻辑 这道德科学呢 就是现在所谓社会科学 或人文科学 或文化科学的意思 这个Moral Science 后来翻成德文就变成了 这个Geist's Wissenschaft 然后再翻回英文的时候 大家就乱 乱了套 在17世纪左右 有一群苏格兰的人 那群人后来被叫做 Scottish Moralist 苏格兰的 你假如翻得很笨 就叫苏格兰的道德学家 其实那是跟道德无关的 Moral那个字 是有社会科学的意思 就是苏格兰早期的社会科学家 但是没有社会科学这个名称 Social Science这个名称 大概是18世纪才出现 那时候用Moralist 或Moral Science 这个在海耶克那本 叫做科学的反革命 那本书里面的一个注解 提到这个事情 好 那个比较容易看到 一本中文书 实在不太有关紧要 那就论实证精神 这里面只有一个用意 就是到底 我们现在所用的实证 跟孔德所讲的实证 有什么样的差别 每一个时代都有那种 非常神圣的字眼 每一个社会学家 或每一个思想家 都有一个自己心爱的字眼 孔德最心爱的字眼 就是positive 每一个人都有那种 超心爱的pet word 所以这是论实证精神 这比较容易看到 那我们现在所用的实证 经过台湾的翻译以后 这个实证 到底是好的意思 还是不好的意思 我上课也会稍微说明一下 你们现在大概 很少听到实证这个话 我念书的时候 经常听到实证这个话 接下来 那马克思跟恩格斯这个呢 先讲合作的部分 他们生平合作了三本重要的书 跟一些小文章 那最重要的书就是这个 German Ideology German Ideology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本书 到现在为止呢 这本书没有一个定本 没有一个定本 全世界好多人还在研究 German Ideology的 这本书的文本的问题 中国大陆呢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专门在翻译这些 有关这本书的文本的问题 我光收集了这方面书 就看到四五本 还有几本我没买的 南韩有人在做这个事情 那本书有翻成 翻成那个中文 简体字 日本有人在做这个事情 特别专心在 德意志形态的文本的问题 那德国有人在做 那更不用讲了 那一般来讲 你能看到都是 德意志形态的第一部分 第二第三部分非常武杂 你几乎看不到单行本 在这个你现在能看到的 那个德意志形态的 现有的版本里面呢 都是很早的版本 现在新的马克思 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这本书还没出来 因为还没整理完 要怎么整理还是一个大问题 很多书都出来 这本书一直 这部分一直很难出来 所以这里有一些 相关的文章 你也可以找到一本 德意志形态的 那个部分本 第一部分 一个抽印本 你有机会 当然重点在于 什么叫做意志形态 这个有人写一本书的 我可以靠着十分钟 就把这话讲完了 有些学问呢 当然是那种字典式的说法 是一个 你要长篇大转是另外一种 有的时候为了你了解方便 我们可以有那种字典式的 或者甚至一句话式的方式 来告诉你什么意思 那做学问是另外一回事 那个我以前上知识社会学 这可以讨论一堂课的 可以讨论很多的 有一些重要的文章 写得很长 有关这个字的历史 那接下来另外一篇文章 他们相关的 这个我们把几篇 希望你都能念了 叫做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第九页 跟第九页 接下来共产主义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sm 这两个都是恩格斯写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共产党宣言 才是马克思恩格斯写的 这三篇文章 你只要按着顺序看下来 这是差别非常大的三篇文章 但是差别很大呢 又有差别不大的地方 它是怎么混进去的 我有一些特别的想法 原来要写一篇文章 或者写一本小书 叫做切割 马克思恩格斯连体因 思想连体因 那就是把这个 他们的可以 在他们和写的一本书 我没有要你念的 但是我一定会提到的 叫做神圣家族 神圣家族这本书呢 在目录上就有写 这一章的这一节是谁写的 那一章那一节是谁写的 这讲得很清楚 个人负责的答案 神圣家族那本书我建议你不要看 如果你心情不好 你去看也可以 那基本上接近精神病人所写的书 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 看完以后不要变成精神病人 记住 好 那第十页 这就是马克思的部分 马克思的部分当然要先读的 大家都知道叫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尤其其中第十三条非常有名 我1997年到柏林大学去进修两个月 他们柏林大学那个主要的大楼一进去 就是那第十三条 那柏林大学以前是所谓的东德的部分 后来两德统一以后 他们学生投票 要不要保留这个第十三条在那个大厅那里 结果听说投票通过 所以我1997年去看 那第十三条还摆在那里 不是第十三条 第十一条对不起 第十三条那就多出来 只有十一条 有一个杂志后来就叫Thesis 11 第十一条 对不起讲错了 那接下来就是异化劳动那个部分 异化劳动我已经写了一本书了 那我就不多说了 那你可以注意一下 我的这个提到问题 异化外化对象化 这个看着你这样子 都快被融化了这样 那另外一个一定要看的是 如果你有时间 一定要看的是有关 詹姆斯穆勒 《政治经学》一书的摘要 这篇摘要里面 他用了一些重要概念 来重新解释这个事情 那这里面呢 就是我提到所谓的 权势位阶的问题 不同的文本 权势位阶是不一样的 他自己写的书 应该权势位阶是很高的 很多人认为书信的权势位阶更高 因为书信是他的秘密 所以他可以写的比较 比较是内心的话 出版的书有时候还会审查 所以可能不是内心的话 所以有人认为 这个书信会比出版的书 权势位阶高 那不管怎么样 权势位阶最低的 就是这种手稿 因为手稿尤其是超书的笔记 你怎么知道那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呢 但是呢很不幸的 大家不注意这个问题 就把马克思的手稿当成是一个成熟的作品 然后花很多时间在里面绕 你我都知道 有时候我们有些想法不确定的时候是很乱的 一旦我们确定以后我们花了两三个礼拜 甚至一个学期所想到的东西 可能我们在最后用两句话就可以讲完了 所以很精简的东西是一个结果 很繁琐的东西有时候是那个过程 那这个你要不区分的话 你把过程当成结果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很不幸的 我在看大家研究马克思译话的时候 都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台湾人的念书又很喜欢找重点 就是我一定要找那种四点五点的 这样比较好考这个解释名词 或者比较好考简答题 这样有标准答案 抱着这种心情去念书的 常常会在经典方面 常常会摘殃 摘殃 人家不是那样子想的 你是这样想的 他不是 那这个刚刚讲的神圣家族 你大概要看 只要看38月到64月的地方就可以了 这可以证明我要说的东西 那资本论很多人会觉得很重要 我觉得如果你要专题研究再说吧 我觉得资本论很多地方看不懂 资本论从第七篇可以看得懂 一般人都可以看得懂 资本论前面是看得你如沙沙这样 所以资本论我只看前面的部分 还有有关资本论这本书 有两个版本 德文有两个版本 那最好的版本呢 其实是法文版 因为法文版是马克思第一册 资本论第一册 法文版是马克思自己亲自教定过的 他在这个序里面特别讲 说法国人的头脑简单 所以不适合德国人的那个 所以我为了适应法国人的头脑简单 所以我把这个书都好好的再改写了一下 写得更清楚 让法国人能够了解 这是非常德国中心主义的 也因为他写得比较容易了解 你就知道马克思有能力写得比较好 他选择不要那样写 如果他哪一天跟你讲 没办法 我就这个才能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写得更简单 他可以的 而马克思的法文非常好 虽然这法文不是他自己写的 他法文非常好 他曾经用法文出版过书 那接下来的一个部分 马克思的部分其实只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异化劳动 一个就是所谓历史文物论 所以这边的这个书大概都跟这有关 那恩格斯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 恩格斯最好念的一本书 其实就是恩格斯的异化论 就是这个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这本书大概 中文本大概有四五百页这么厚 这本书我跟你讲 你一个下午就可以看完了 而且看得很快 看完以后你会义愤填膺这样 你看那个非常薄的那个异化劳动那篇文章 你可能看一个下午也可能看完 看完以后你满头头昏脑 可是看恩格斯这本非常容易懂这样 虽然它很厚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你不相信的话到书书馆去找中文本来看 中文本目前也只有早期的一本 但是非常好看 容易看应该这样讲 举的例子非常生动 然后他的异化理论 你注意一下你也会找到 很简单明了 绝对不会像马克思那么繁复 那恩格斯另外一个是他对于 这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介绍 他怎么用他的话 把马克思的东西简单讲出来 还有呢 这个十三页的这里就是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是他在认识马克思之前 他所写的东西 他认为当时政治经济学 基本上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学问 是替资产阶级的现状作为辩护的 像亚当斯密的那些什么 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啊 把这些个人的私利 会变成大家的功利啊 这种事情 骗你到今天啊 所以我们这个官员或者这个资本主义 我们基本上现在都处于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嘛 就是市场机制嘛 真的有市场机制吗 那很多市场机制不是靠有些人的操作 有些人的掌控 你看不到的市场 你看不到那些自己的手啊 所以恩格斯很早就举出来 这种学问基本上是一个包装的 替这个有钱人 替资本家说话的东西 经济学 那现在 所以现在在大学 大部分的大学的经济系 不教政治经济学 因为政治经济学基本上不是认为这个 认为有权力的问题 有这个阶级的问题 这是政治经济学比较重视的 经济学常不强调这个 觉得那都没有问题啊 那都不是问题 这是完全不同的paradigm 那接下来的就是第13页了 那第14页有最简单的 就是社会主义最著名的宣传的文献 就是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中文叫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这是恩格斯写的最通俗的小册子 这是在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宣传小册子 非常小 非常容易看 非常容易懂 那接下来的比较不容易懂的 还可以的 路德维希为贝尔巴哈跟德意志古典一哲学的终结 这本书呢看起来很像马克思的题目 是恩格斯写的 也写得让人都能够懂 那恩格斯还有一个有名的著作叫 家庭四有自己国家的起源 这我们大致会说一下 另外呢马克思的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就是他的书信 我刚刚说这诠释位阶其实应该很低的 因为呢知道这件事情常常都只有看信的人 那不像现在Facebook你写一封信全世界人都知道 那时候你写一封信只有那个人知道 如果你的理论被人家误解那么强烈 然后你又觉得这东西是个冤枉 你不觉得该写一篇公开信都在报纸上 或写一本书来澄清 而不是写一封信告诉你说 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有机会要澄清的话 应该是跟大家澄清 而不是只写一封信跟一个人澄清 恩格斯曾经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很多人不管这个 就是说你看 他曾经在某一本某一个书信里面说 这个这个这个 可见他的想法是这个 我对这点抱迟疑的态度 我的诠释不是这样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Spencer第十六页 Spencer的书呢 最重要的就是他那本 Study of Sociology 这叫群学意言 我一直没有去查 有一个说法说 这个原来文章都登在Atlantic Monthly 这是当时一个著名的期刊 这个期刊现在有网络版 应该可以查得到 那言复翻译成叫群学意言 这就是社会学最早的本土化的意名 就叫群学 所以我的朋友开出版社 问我什么名字 我就给他讲群学 所以他就叫群学出版社 就没有叫社会学出版社 有的出版社就叫心理学出版社 什么出版社 外国也有这样 那这个我就提醒你注意一下 Spencer有一些小文章 现在能够找到的 我就没有从原文来看 所以这是大概16页到17页 那个刚刚讲的那篇文章 写信就是1892年 Spencer回答日本元老院议员 金子兼太郎 Kaneko Kentaro所写的信 这是回信 因为我也一直没有学生告诉我 这封信的原信 在日本可不可以找得到 那封信写些什么 这样可以对照看 我们现在只能看到 Spencer的回信 那Pareto这个 Pareto的书名叫 Mind and Society 这跟后来二十世纪的 美国的社会 所谓社会行为学派的 George Herbert Mead的书名 差一个字 叫Mind, Self and Society 这书名很像 通常Mind都翻成心灵 这就是我要提到的那个问题 那有大陆的译本 但大陆的译本是结译本 不是全译本 根据意大利文翻译 这是在第18页的地方 田石刚先生 那大陆有些译本呢 因为他重新翻译了 有时候就换了出版社 那内容上面就有一些改变 那变多少 有时候我也没细看 我也不能说 那Tunis 在18页这里 最重要就是他的 Community and Society 这本书后来又有 另外的译本 叫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 那林荣远先生翻译 叫共同体与社会 也是有两个版本 那我觉得应该翻译 共同体与社会体会比较好 其他的还有他对于 说Pure Type的想法 跟韦伯的Ideal Type 有点类似 还有他对于一个东西 叫做Social Graph 我们不知道怎么翻译 可能政治翻译叫社会制 像民族制一样东西 那这个社会制 从他之后 并没有人再提起过 这都是他很重要的 还有他对于舆论 有他特别的看法 大部分人 因为不太读他的东西 所以就不太 就不太注意到 曾经有过的事情 那进入到土耳干呢 十九月这里 土耳干最有名是他的分工论 这个大陆的译本 有一个早先的译本 早先的译本 是早先的语言学家 王立先生翻译 那他翻译的一些名词 都跟我们现在用法不一致 所以这译本并没有 再重印的价值 但是你在台湾语图感 可以找得到 那大部分人看到 都现在的大陆的译本 这个叫渠东 渠东好像原名 不是这样 他是一个简名 那台湾也有 早先的直排版 跟横排版的问题 有林端老师写导读 那林老师不幸去年过世 所以这是社会分工论 分工论有很多的 不同的读法 你看 我这本因为写了一本书 我告诉你 要从封面读起 不要忘记封面 大部分人都相信 因为这书有两个英文译本 大部分人都认为 比较好的译本 就是新的译本 越新的越好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在思想史上 新的常常不是最好的 不是说旧的就比较好 那新的往往没有胜出 我有证明这新的没有胜出地方 但是不表示旧的比较好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那这里面大部分人提到 这机械人带 有机械人带 其实他还要讲到别的连带 然后他的写论文的format 很值得各位写论文的时候的参考 第一个他一定会讲出现象来 第二个他会做分类 分类完他会找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大概大部分人写作就是这样 然后他比较特别的地方 他最后会指出解决方案是什么 这个解决方案就比较像现在社工的人在做的事情 我们社会学现在大概很少人会提供解决方案 好那这是分工论 完了就是他的方法论 那这个呢我刚刚讲过 大部分方法论的东西是来自于孔德的东西 他只做了一个重新的整理这样 那这个我没特别的研究 所以没有怎么样 没有特别要说什么的 只是有关社会事实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很多人都没有澄清 很多人认为社会事实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 确实托尔干也有做解释 但是社会事实的概念 其实在他书里面你看得很清楚 社会事实跟社会现象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是可以互换的两个名词 在他文章里面 那很多人呢就不太了解这一点 至少我们可以从早先的译本 早先有一位北京大学的叫许德恒 他们到时候勤工俭学到法国去 他最早的时候翻译的这本 他叫社会权方法论 因为这个人后来在大陆 所以台湾在印他的书的时候 都会缺一个字叫许恒 这个中国古代骂人的方式之一就这样 因为把他的德字给去掉 因为他缺德 费孝通早期的书在台湾叫费通 因为他不孝 就会把人家的名字引掉 骂人 这个当然后来解研之后 这种事情都没有发生了 那那个许德恒的译本 在第一章就叫什么是社会现象 完全没有提到社会事实这四个字 然后最妙的是到了这个结构群 当时早先把大陆的某些译本 请了研究生改过以后 在书的前面写了一个 到现在为止出版史上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叫书注 我们知道有张注 每一张的张注 也知道有分到角注 没有书注 它有个书注 说本书把social phenomenon 跟social fact 全部都翻成社会现象与社会事实 就这么一个注 你想神经病啊 不是这样翻是怎样翻 但是你如果了解 因为前面那个译本不是这样翻的 你这句话就有意义 它写得这样非常半截的 让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特别告诉你一下 那个书当然现在也不卖了 你在图书馆可以找得到 那自杀论的译本就比较多 比较好的译本就是冯运文这个译本 那个接下来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在第22页 宗教生活基本形式译本更多 大概有三个译本 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是 徐东跟吉哲这个译本 那这三个译本我没有认真看过 我看过的是 瑞传明跟造学之早先这个译本 我没对照过中文 原文看 但是那时候看起来 我看第一章跟最后一章还蛮通顺的 那这个也是有关知识社会学的时候 或者宗教社会学 土耳干很重要的一本书 有人会叫你比较 土耳干或韦伯或马克思对宗教的看法 这是一个也常见的题目 那接下来是Zemir Zemir早先只有这个本书 叫Sociology of Galax Zemir 这是把它的一个小的社会学那本书 1920年本书 跟1908年的书合并在一块 1908年的书很大 没有权议本 一直到最近 2009年才有权议本 这本书非常非常非常的贵 早先有一个人很好心的给了我 他的PDF档 他不知道我已经买了 我这个人买书是完全不手软的 这样 所以呢 这有几篇文章你要看 Zemir的文章非常不好懂 那这个音译本我没看 那中译本呢 当时就刚出来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以前的学生 现在在别的学校教书 哇 抱着那个译本 觉得哇 他终于可以吸收这些知识 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教这门课 或者有没有从这知识学到什么 最近也没联络 也不知道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怎么样 那时候真的大家都觉得 有译本是一个很可靠的事情 但是书不读是永远没有用的 书读了你不一定还读得懂 这个是一个 尤其这个翻译的问题 这种德文翻译过来的问题 是非常头大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德文程度 你有德文程度 我刚刚讲的 你至少头可以活在水上 你还可以呼吸你还不会被他淹死 你没有德文程度 光看中文你就相信的是一切 念完社会学你整个人就乱 被搞乱 那Zimmer讲的比较多是文化方面 这刚好有一本书 台湾也有翻译 联经的叫金钱性别与现代生活风格 刘晓峰选编的 这联经出版 联经就是根据大陆素材版的 那很多人看这个 因为这个文章比较短小 比较容易看 然后题目都蛮有趣的 所以这是也可以强意建立 那其他的我只是把这个社会学里面相关的东西 我大概会念到会看到 比较重要的文章在25页 陌生人这篇 像陌生人有时候有人翻成局外人 那有人翻成异乡人 比陌生人有时候好 因为英文叫stranger 可是他的stranger不是你完全不认识人 他是在那里 你没有心要去认识他的人 那另外一种叫时尚心理学的研究 那个fashion 这是他的重要的研究之一 其他还有有关大都会跟精神生活 这是都市社会学很早期的文献 像这些都蛮重要的 还在性别方面 他有特别的部分 在26页 就是女性文化 还有性格中 性别问题中相对跟绝对的问题 这都可以找得到中文的来看 那有人呢 读书会里面 台湾的大学的读书会 据我所知的都有一个倾向 就是要念那种很高深的书 像有些社团就喜欢念资本论 希望学姐学长带着念 那社会系有些人就要念货币哲学 也曾经有老师开过课 我都佩服到不行 货币哲学这本书 第五章第六章我念得懂 第一章到第四章 我完全不知道还讲什么 一些这本书完全没有份诺 那有些人呢 就要从第一章念起 我都非常佩服 每次我都记得人家 从第五章念 念完念第六章 念完你就可以收起来了 不然的话 你再念下去 你会疯掉 当然有些人认为 读书一定要从第一章念起 大部分情况是 但是Zemiel的书 你从第一章念起 你大概就念不到第二章 好 那Zemiel的那本《巧语门》 我这边有一个提醒 我当初买到的时候 是Zemiel的书的第一本 综艺本 我买得非常兴奋 书店有几本 全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 一本送给图书馆 一本送给我的朋友 一本我自己保留 结果这本书实在是 翻得烂到 不知道怎么办太好 最后呢是Marksweber Marksweber要谈的部分 我有心得的部分 就是新教论 跟资本主义精神 你看这本书有多少亿本 光从28页到29页 中文本是层出不穷 中国大陆有关 这本书的翻译 真的是吓死人 有些根本就是很烂的翻译 有些根本就是不完整的翻译 还有图文本 这都配合 有时候不知道 中国大陆出版社在想什么 那台湾呢 做的东西也不太多 张汉玉的结译本 一直到后来 蔡仁知道那是结译本 早先都不太知道 它是结译本 早先是唯一的译本 所以中国大陆有译本以后呢 台湾就开始翻译 他们的译本 那早先的翻译也不好 有的译本又把那个注解给删掉 它注解非常的长 然后到后来呢 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一直翻译的康乐跟简慧 没两位呢 就把终于把这书翻出来 翻出来以后呢 这本书就变得一个 也没抢到风头了 因为这本书编排上就出了问题 第一个它要把那注解的问题 第二个它注解里面 或证文里面相关的东西 它希望再做出解释 就变成要编一本小百科一样的东西 所以那本书就非常难看 因为那资料 旁生知解的资料特别多 早先在网路不方便的时候 你说要做一个注解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查不到 现在网路那么方便 你要查一个 譬如说什么叫做 威斯特法利亚会议 你这个就 你真的有兴趣自己去查了 不必写在后面 你知道吗 你写在后面也很难查得到 还不如你就在坐在电脑前面 你输入马上就查到 你有手机马上就查到 所以这时代不一样 有些做法其实是可以改掉 那这有两个译本 两个版本 一个是1905年版 一个是1919年版 现在英文跟德文都有根据这个 所以这是我要特别提一下 因为这篇文章很好 很常常被提到 大部分人也在念 但争议不断 到今天都不断 我在看张旺山那本书的导读的时候 他有一个篇幅在讲到这本书 那他的看法跟我不太一样 那我们的证据 做证法是不太一样 那看这本书 其实就像看任何书 看任何这种书名的书一样 任何书名叫A and B的书 你要看书 第一个你要确认A是什么 第二个你要确认B是什么 第三个你要确认end是什么关系 这书只有这种看法 然后A是什么 他看他提出证据是什么 B是什么看他提出证据是什么 他们两个有什么关系 在我们现在社会科学来讲 这关系是非常简单的 一没有关系 OK 第二有关系 有关系可以再分 是相关还是因果 对不对 就没有别的可能性 没有别的可能性 很多人认为这边有第三个可能性 就是叫做选择性的亲近 那这是因为在1970年代 1970年代左右有人就这样讲 然后台湾人就食人衙会 就跟着这样讲 就这样很时髦 我就后来写一篇文章说 根本就没这回事 不是这样的 我就证明那不是选择性亲近 那我对选择性又有一个看法 这个我上课的时候我都会讲到 好所以这个另外一篇相关的文章 叫教会与教派 那这篇文章相对而言的清楚这样 那有关新教论理中间 其实还有跳过一大段 因为都没有 现在有印译本了 以前没有印译本 就跳过一大段 他跟别人的论战 论战消耗了很多思想家的精神 马克思就是 韦伯也是 后来呢 历史证明 跟你论战那些人 都在地上变成泡沫 那你还存在 然后你还花时间去跟他论战 这是浪费你的美国时间 所以像这个第32页这里 Anticritical Last Word on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1 这只有一半的印译本 那那半的印译本 已经他对于过去的东西做了总结 但是不要忘掉 作者自己讲的话 有时候也是不可靠的 不要说他是作者 他再不可靠怎么办 看证据 听其言观其行 然后查到证据 不要以为作者讲的话都是可靠的 我自己讲的话 有的时候再仔细想想 哎呦我把两件事情搞成一件事情了 是我讲的 没错啊 我会犯错啊 我是人啊 我会犯错啊 但我一旦知道错我也会改啊 那韦伯这些人也是啊 很多人做的学术研究最糟糕的就是说 永远take for granted 他讲的话一定是对的 他讲的话可能时间记错 可能年代错了 可能地点错了 你要找到另外一个证据 然后来来确认 我们通常不做确认的工作 尤其现在开始的这种直话方法以后 很多人不做确认的工作 你讲了算 我一个学生写论文就犯着毛病 他写论文 我别的学生写论文也犯着毛病 有一个学生写一篇有关音乐会的论文 我去当口试委员 这个故事会在这个堂课讲出来 完整的故事 结果他就下了一个论断说 1980年代以前台湾没有公开的古典音乐会 就这么一个论断 我说怎么可能 我那时候跟当时的女朋友就去听过音乐会 我1979年台大毕业 我台大毕业前就听过音乐会 台北市立教堂乐团 在国副电馆 还在石建堂 石建堂你们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了 我去听过音乐会 公开的 你不能从台定期的音乐会啊 那他就说 可是我的受访者这样讲 你受访者那样讲我是口试委员 谁比较大 谁正确 那当然了现在很尴尬了 我除非真的要把那X找出来 说你来作证一下好不好 我们当时去听过音乐会这样 你现在在旁边了 那算了 难道来这段吗 那另外一个学生写一个什么东西 就讲台湾现代化 就说1960年代以前 台湾没有抽水马桶 我怎么会 我家就有抽水马桶 而且我家是宿舍 我们那一排人都有抽水马桶 他说可是有人写书说没有 那你觉得他对我就是错的吗 我的经验是错的吗 难道我活在错误的时空吗 我是都教授吗 我穿越过来的吗 我是 所以我几次碰到别人学生就算 碰到我自己学生 我有时候都哑口无言这样 我说 不是说 你受访者说一切都对的 你要查证啊 可是呢 有时候学生有一个 不知道是我不受信赖 还是怎么样 学生都觉得老师 可是他讲了他会错吗 我说同学 只要是人都会错 他不一定是有心犯错 懂吗 有人讲话就是非常夸张的 我有时候讲话也很夸张 但是我如果接 你要那个你要去查证啊 1980年代 或者1980年 这就不太一样了 那我都告诉你 我们家怎么样 或我的经验是怎么样 那万一你写出去 别人有这经验 你不是很难看吗 你要觉得你都没有一个老师 知道你错了吗 学生知道这种事情 说往往是不高兴的 我觉得很可怕 你应该很高兴啊 老师 哇还好你把关 所以我没犯这个错误 好像说我讲出你有这个错误 你就丢脸了 这丢什么脸呢 师生这些 对不对 老师要讲错 你指证 我也没什么好丢脸的啊 我至少从今以后知道我错了啊 我希望大家建立这种态度 学问就是真跟假的问题 如果你错了 你承认 我告诉你 你应该很高兴 我错 你告诉我也要很高兴啊 懂吗 这才是一个求学的态度 我错了就是不 我讲你错了 你就是不给你面子 你讲我错了 你就看不起我 如果这样子还要做学问干什么呢 哦 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韦伯重要的地方 就是他的所谓世界宗教伦理的这个系列 我到时候区分韦伯的这个整个是什么一回事 那这个系列呢 在当初很不幸的被翻成世界宗教的社会心理学 因为那时候他们判断这样子美国的一般读者才会了解 其实不是的 其实这应该正确的翻译就是比较宗教学导论 应该是世界诸宗教 我不喜欢用诸宗教这种名字 或宗教们这样 宗教是宗教 中国反正有多数的意思 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 导论应该是这样 这个我 这是我现在正在写的书之一 的一部分 另外在第三页就是中国的宗教 儒教与道教 其实严格来说 你念了博士班或念了上午的课 都不应该有中国宗教这个字眼出现在这本书上 因为这是英国英语者加上去的 是为了英国读者的方便 英语读者的方便 韦伯只写儒教与道教 甚至在第一次出版的时候 这本文章只有叫儒教 连道教都没有 好那接下来的 是他的那个叫中间考察那篇 那因为为了当时读者方便 所以1946年的时候 翻译的时候叫做 宗教对世界的巨赤 以及其方向 这是三十四页这里 这本文章非常重要 这本文章我后来有一个大胆的推论 现在需要更多的证据 我有初步的证据 我曾经在研讨会上讨论过这篇文章 我觉得这篇文章是眼闻多出来的 先这样讲 有人觉得不以为然 然后眼闻之后你看到 德国人都看不到 因为这篇文章所讲的问题 都在其他地方 韦伯其他时候 讲得更多更详细 特别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 所以我现在下一步要说服人家工作 就是我把那些文章找出来给你看 我就证明了我讲的是对的 但我现在有初步的印象 我这样讲没有证据摆出来 大家会觉得他怎么会错呢 我的逻辑还是那样 当事人当然会错 怎么会不错呢 我以前很自负 认为我出的书我自己校定 一定不会错 我出的书最大的错误 在我的孔德那本书 都在前十页数字都错 我自己教的 教过两遍 还是错 所以要交互参考 要别人来教定 要另外一个眼睛来教定 不能够太佩服你的人 最好是你的仇敌 你的仇敌他会看得很认真 所以有时候去口识学生 就要当做自己 当做是那学生的仇敌 这样我的看出来的东西会比较多 我要是看出你是我亲爱的学生 我常常看不到东西 各位一样 你把我看成是你最亲爱的老师 你就学不到太多东西 你看我的时候都是 玫瑰色的 完全没有必要 所以这是态度的问题 好了那另外一个 二十三十五页到三十六页 这个导读文章也很多 接下来就是经济与社会 我们选几个部分来看 在三十八三十七页的地方 社会学基本概念 这本书是从经济社会抽出来的 经济社会反正是一个杂臭的书 抽出来其实也可以的 那可是这个书名弄得太诱惑人了 写社会学基本概念 我相信很多人想念社会学 有些人他不小心就踩到这个陷阱 然后买来去看以后 就从此不要再念社会学 那社会学基本概念嘛 如果你要念社会学 买到自己没有那本社会学 我保证你这辈子不会再碰社会学 所以这种书都是应该加注警语 请读者注意这不是那种你要知道的社会学 那另外就学术当种志业 这两篇文章已经太有名到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三十八三十九 大概就这样 然后政治当做一种志业 翻译的文章也非常多 中英文都非常非常的多 方法论部分不是我的强项 还有一本书要提醒你注意 第三十 这个应该四十页 讲到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韦伯的号称韦伯的社会经济史 这本书 这本书依照本门的规矩 本门是指Merton 我跟Merton老师学过 这本书不要念 为什么不要念 因为这本书不是马克水平的东西 第一个文章风格完全不类似 第二个你从他的书的组成部分 他是韦伯死掉以后 他的太太央求了两个不同时间 上这门课的学生的笔记 拼凑而成的 然后韦伯只有一个大纲 那个大纲还非常不完整 可是你看这本书通顺到不行 以前我的一个同学 现在也在研究单位当研究员 就跟我说 韦伯这本书写得真好 不是韦伯写的 不是韦伯写的 但大部分人都很喜欢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真的清晰明了 但这本书有些论点呢 跟韦伯一般的论点是不一致的 最主要论点就是 新教伦理这个事情 能不能促成近代科学发展 照现在很多人的推论逻辑 就是说 新教伦理能促成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就促成近代科学发展 这基本上是连锁反应 可是韦伯在这本书里面 说新教伦理不能促成近代科学发展 这就引起很大的问题 是不是学生听错 各位当学生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时候你听老师上课 老师讲A 你真的会听成非A这样 不管是你打瞌睡 还是老师自己口误 不管怎么样 会讲错的 我自己讲课也是 有时候看录影带说 我怎么会讲这句话 我讲错了你都没注意 名字有时候会讲错 我想的是那个 讲出来是另外一个 那韦伯这个呢 特别是没有经过他本人认证 然后写出来的风格又差那么远 然后大家都很喜欢这本书 到现在为止商务印书馆 不管怎么印都印这本书 大陆也很喜欢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真的太清楚了 有些教经济史的人 或经济思想史人 特别喜欢这本书 推荐到不行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建议你不要念这本书 这本书确实很好念 但这本书因为从组成来看 它都不是韦伯原来的意思 不是韦伯原来的意思 所以这就是这堂课 准备要交给你的东西 你看光这大纲就多少页 会非常丰富 我希望你不要吓到 因为没有要求你每一本都念 所以你不管选择 其中念哪一本的时候 我都已经告诉你的 一个大致的方向 好像一个导游一样 你行前说明 你要进微博 你要念哪本书 注意这些问题 你不念哪本书没关系 我不给你压力 这本书就这样 有没有问题 作业只有一个 就是那个笔记作业 你至少写五篇 五篇以上如果你要少写 你要告诉我 呢 我倒是在根本书都没有 觉得你哪本书没关系 我有一本书都没有 是在我生活里 有没有人 习惯了 我现实是在那里 你详备了